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我们今天就闲谈一下姓名学 第一个名字真的很重要吗 有人一直强调名字很重要 但是言者例外 有人都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但是在老师的实物上我是这样认为 名字就像你的衣服 太艳逆太花力不好 可是太简陋太随备也不好 你应该是根据你的身高 根据你的体重 根据你的外表 根据你的家庭背景 来挑一个合适的衣服 好 这样你出来不失礼 也不会很夸张 也不会很嚣张 也不会很自卑 也不会很自负 这就是姓名学 对一个人最重要的地方 那什么样的衣服最适合你 有的人就比较爱漂亮 有的人他个性就比较简朴 很简单 很简单 我常常在讲的八字的功能就在这个地方 以前的人比较忽略名字随便取 茶婆 什么牛屎 很多那个名字 俊男 美女 铁熊 国熊 还有什么台生 竹生 中生 台中出生的 台北出生的 台湾出生的 还有台湾出生的 完生什么他都有教 那我们现在就讲说 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有一派老师起信息很厉害 他根据什么 他根据你的八字 一二三四五金木所有土 你缺什么吗 这是最传统的八字的功能 讲到三财 讲到五格 讲到你的天地人 讲到你的内格 外格 总格 天格 人格 地格 讲到这个 这个都很好 有的一种是用那种生教心理学 比如说你是俗口的 最好有宝盖头 最好有肉可以吃 你是俗五的 最少有生三 比如说谢生三 以前有个老伟位主委谢生三 生三他一定俗虎的 林阳港可能属龙 因为要很深的港口 那个龙是属水 有可能老师在推 老师这个都没有查 没有查过 所以从他的名字他会判断一下 如果有人叫做谢生好 大概是属龙的 因为以前的龙 以前我们在取小孩子的名字 龙的时候不太想在天上飞 因为太招摇 如果你现在看到那个什么 飞翔的翔啊 宇宙的雨啊 雨翔啊 大部分都属龙 那是生肖西名写的一个 一个理论 哪一个派别 有人是看他的字画 整个笔画在算 但是老师经过这三十年的实物的体验 体悟到 西名写有没有影响 有 有 不是没有 如果你们有新生儿 还是你觉得你的名字一直 不是有很正面的想法 比如说有的名字 比较有 它负面一点 还是说不是那么好的一面 你可以改改 那如何取名字 一样嘛 就根据你的八字 你是切金的 切木 切土 你的颜色属什么 你的生肖 八字它是一个综合的功能 年夜日食 从年就考虑到你的生肖 从月的话 从日的话 从时间 已经考虑到你所有的一切的八字的组合 五十一万八千四百种的考量 所以如果从八字的观点来取名字 比如说你生若 你又属金 那你当然的名字最好有个金字编 还是有土字编的东西最好 因为土生金嘛 金又被你比了 这是一般来讲的 当然除了八字的姓名学以外 你还是要无论它的比划原理 所以姓名学本身是一个很深闹的理论 那么有空我会拍个带子 让大家建立一下自己的姓名好不好 简单 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名字好还是不好 是不是朋友为我所用 还是被朋友所用 我都会讲的稍微清楚一点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姓名学真的重要吗 姓名很重要 因为姓名就像一个衣服一样 你要穿和式的衣服 比较太长不好 太短不好 太紧不好 太瘦不好 嘟嘟好就好了 刚刚好是最好的方法 那如果取名字 当然要根据你的八字的功能来取 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这个取名字 你没有考虑到八字就很危险 万一你命中已经金很多了 他要跟你起这个心 这样就不好 这样就不好 虽然你们不是那么那样看出来 那样你看就不得了 所以有的取了名字以后 一直生病 一直生病 因为金的话容易伤身 容易流血 身体一直不好 这个金不是乱举 除非你缺金 你这里缺金 这个字不能乱取 因为三把刀在这里 那个刘 刘备的刘也是有一把刀 这个都不能乱取的东西 这题外话 那有空的话 如果你们有 有什么需要可以找老师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